过年时家里还剩下来好多汤圆 煮得吃腻了 所以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三个不同的吃法 第一种水开了之后直接下汤圆进去 煮开了我们就直接捞起来 然后准备一叠熟的黄豆粉 这个也比较好买到 再插一个汤圆把它沾满黄豆粉 就是一个汤圆版的驴打滚 因为黄豆粉本身是没有甜味的嘛 所以吃起来呢 它是能中和掉一些汤圆的甜 软软糯糯的非常好吃 喜欢豆乳呀驴打滚的这些姐妹一定要试一试 第二种我们直接把汤圆倒在平底锅里 淋上两圈油 宁多不少啊 然后再加两到三勺的清水进去 千万不能多 这个是成功的关键 然后开火去煎 油热了之后转中小火 盖盖煎个三分钟 水煎到没有了再翻面 可以看到它已经是金黄的了 另一面也再煎个三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撒上芝麻吃起来会更香 两面都煎好了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这就是一份带馅的瓷吧 表面金黄酥脆 内里非常的软糯 第三种也是我两年前就给大家分享过的 我们先准备一块手抓饼 划十字刀分成四分 再把一片芝士也分成四分 放在手抓饼上 然后再分别放四颗汤圆上去 我们再给它包起来团成团 然后放入空气炸锅碗 再给它刷一层蛋液撒上芝麻 放入空气炸锅 180度烤15分钟 时间到我们夹出来 一份小甜点就出炉了 外表金黄酥脆 掰开里面还能拉丝 芝士的咸香中和了部分汤圆的甜度 吃起来一点都不甜腻 轻轻松松干掉两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